快递 快去哪儿 行 是找这个吗 明明听见心跳的瞬间 装作人遇见 又阻挡不了爱情出现 微笑的黄年间 明明 明明 彼的前言 就帮你把他拿回来了 我都等到流年爱情 才会被发现 你干吗 你为什么骗我呀 是你先骗我的 好 我错了 我以为你走了 你差点把我吓死了 本来就是你错了 把我一根丢下那么久 其实我已经这里走了 什么 谁在调眼 飞落 深海的鳄鱼先生 你最终使得很难 是你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 在瞒着我 我保证 这 这是最后一趟 那你刚才给谁打的电话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骗你 快说 快说 吵吵不过 吵吵 小心只对着 诚恨被穿吼 迷雾 就在刚刚我感到了你的愤怒 你的不安 你的懊恼 就像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一样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生我气了 才没有呢 你在我心里才没有那么重要 好啊 那现在就当 是我爱你更多一点 那如果我真的走了呢 你打算怎么办 如果你真的走了 就算你跑到外太空 我也会把你抓回来 我这辈子吃地面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一直对你的人生只手跨脚 还止迷不悟一蹴再寥 所以那个时候你 真的打算背下所有罪名 一辈子不回来了吗 之前 你恨我恨得要死 我觉得留下来对你的痛苦是延续的 我以为离开是最好的 高真 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别伟大 你特别爷们啊 你特别地忍辱负重 那你 后来你回来干吗呀 你怎么不干脆消失一辈子呢 因为我错误地估计了我承受的能力 最先受不了那个人是我 陪我 加油 我承受就过过敲破 相信只对着 笑什么 哪有你这么求婚的 我不管 戴上你就打眼 不行 你给我重新求 不行 找一找 我怕你跑了 其实我很好奇 你当时在这儿许的认识是什么 秘密 那 实现吧 这音乐还不错呀 这音乐还不错呀 值得 值得 非你不可 你就是心和抬头点亮 每一个温柔 你就是光和云 调人上的绝丧 谁而不得 我说这 你不可 值得 叫我 差点忘了最重要的 差点忘了这两个好奇心爆棚的家伙 这太不够意思了吧 真精彩的 不愧是我们家林沃啊 这一种时刻还能想到有监视器 早 早安 快去 快去拿 行 爸 您怎么来了也不打声招呼 这你这话的意思是我下次来 是不是得有人逛我家外公了 爸 你真会开玩笑 太好笑了 干 干嘛 你衣服都穿得挺快的 这你们又重新在一起了 是啊 秦总 秦叔叔 爸 是这样的 我之前在电话里跟你解释过了 那封信不是高山寄出去的 他原本想好好调查这件事情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伤害我 你别怪他 看我干嘛 高山呢 你做到了 我这女儿被你吃得死死的 凌雾 看来你挺在意我在你爸心里的形象 看来当初我把你叫回来果然没错 这小我现在笑得是打心眼里往外笑 我是不是得要谢谢你啊 是我应该谢您 要是没有您当初点醒我 我还得再自己犯周遗争 我 你们 爸 所以你找过高山 是你让他回国的 哪怕没有秦总 我也撑不了多久 所以昨天那个电话 我 我打电话给秦总 然后问他你的航班 然后搞了他一头雾水的 说你早就跟他解释了 那个邮件的事情 所以你不可能都别让人走 我才猜到你跟苏元吴东大河 就回来 高山 你又慌我 他是不是被破头 是我不要他说的 爸 晓鸥 爸爸写得清楚 爸 不想让你难过 可是那个时候 你还不知道邮件的秘密 那你怎么愿意接受他啊 还让他回来 对我来说 在这世界上 没有什么别让我女儿 幸福快乐更珍贵的